我都明白呀 有多 在田园治医剧《去有风》的地方中 有演员胡冰青扮演的娜娜 和牛俊风扮演的胡友 于这一对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关注 大家都很想知道 电视剧中娜娜和胡友鱼最后结局 是什么 他们最后在一起了吗 《去有风》的地方 林娜胡友鱼结局 林娜和胡友鱼在一起了 林娜是有风鸣 素的租户也是咖啡店的员工 本人性隔甜 但为人非常的安静 林娜梦想是成为甜品 诗 胡友鱼则希望自己能够创作出令人满意的音乐 在小酒馆中 林娜和胡友鱼因为音 乐成为了朋友 林娜和胡友鱼的感情是细水长流 也是日久生情 让人很安心 娜娜是有风小院的租客 来这里已经一年多了 在谢小春的咖啡屋工作 她为人热 情善良 喜欢帮助别人 却又不会让人有压 破感 是非常好相处的一个人 已在有风小院住了一年 在有风 咖 咖 非做服务生 是愿子里的好好小 性格很温和周到 经常关心别人 很少提自己的事 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孩 而在她的身上 也有着一段经历 她本来是上海人 唱歌非常的好听 后来经历了 一场网爆 她便来到了云南 说是喜欢这里的生活 其实更像是逃避现实 后来在有风 小院人们的鼓励下 她在这里开启了 自己的新事业 娜娜原本是一个出会计 却被公司辞 退 支身来到了云南 但是 娜娜很幸运 在云南这里 她收获了很多好朋友 与此同 时 她也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那便是胡 有鱼 虽然两人一开始是欢喜冤家 但是随 这长期的相处 娜娜感受到了胡有鱼身上的魅力 虽然 娜娜没有大富大贵的命运 但是她的结局却很美好 在最好的年纪 遇到了最好的人 胡有鱼是有风小院的租客之一 她为人 热情开朗 尤其对美女更甚 外表看上去不 着调 但实际上身是仗义 她背着一个集 她 在酒吧兼职驻场 其实 她一直都想做 出自己的原创音乐 但是却一直找不到感 绝 所以 这才来到了云南旅游 想要在这里获得自己的创作灵感 最终 在众人的鼓 闭合帮助之下 胡有鱼终于创作出了 属于 自己的歌曲 音乐人 在大理的酒吧 当驻唱歌手 弹 木吉他喜欢民谣 大家都叫他老胡 一 在有风小院住了一年 她唱歌 弹吉他都 不错 想要做自己的原创歌曲 却总找不到 感觉 胡有鱼是一个热情 且幽默风趣的灵感锥 寻者 作为有风小院住客的同时 也兼职小 正在酒吧住唱 经常会因为热情的性格被小 愿住客误会 但经过相处后 大家也意识到 老胡有鱼其实是个非常仗义 绅士的人 胡有鱼在遇到事业的瓶颈和灵感的枯竭 后 再有风小院遇到了成熟优雅的年上姐姐 白曼君 白曼君在了解了风趣幽默的胡有鱼 后 逐渐对他产生好感 两人感情迅速生 温 胡有鱼也逐渐坦白 自己的内心是借 原 来胡有鱼在活泼幽默的表象下 也只是一个遭受事业打击下的男孩 需要别人的认可和理解 正好白曼君出现了 一段年下的姐弟 恋情也逐渐生出了萌芽 自从该剧播出后 观众们就开始狂磕CP 谢之遥和许红豆注定是一对恋人 还给他们的CP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红豆瑶瑶宾 该剧讲述了谢之遥和许红豆相知 相恋 互相付出成就的故事 美景 美食 家美人画面不要太治愈 女主角 许红豆美丽随性 不愿意受拘束 干什么都懒洋洋的有些许冷淡 其实这部剧的故事很简单 秦就是徐红豆的闺蜜患癌症去世了 然后他为了放松心情去了云南大理 再有封小院长住三个月 在此期间 他感受到了云苗村村民的淳朴与热情 被当地村民的勤劳坚韧 以及他们对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所感动 其实 这部剧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 不仅仅是云南大理风景如画的美景 还是一个小村庄里面 欣欣向荣自由自在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这里的人不像命运低头的倔强与正能量 无论是有封小院里 还是古色古香的古城里 人们之间都相处得非常和谐 这里的阿奶 婶婶们活泼可爱 简直是村里的活招牌 他们不像命运低头 不依靠儿女 只要自己能动 就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这里也没有城市里的勾心斗角 没有鸡毛琐碎的小事 大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其乐融融地生活着 正是这种质疑的氛围 让许红豆慢慢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找到重新开始的力量 如果两个人能够真正地在一起 必须是灵魂上能够契合的人 谢知遥为什么能和许红豆在一起 就是因为她知道许红豆是真正可以理解她的 也知道许红豆是真正能和她灵魂相交的人 作为北京五星级酒店的前台经理许红豆 见过各种人情世故 还招待过各式各样的顾客 这就证明 她是一个社交能力很强的人 在这一点上 绝对是谢知遥创业的好帮手 他们俩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 还有一个最强助攻 就是谢知遥的阿奶 许红豆对外婆有很深的感情 所以她看到谢阿奶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亲切 像自家的外婆 她喜欢谢阿奶 阿奶也非常喜欢红豆 并且谢阿奶各种鼓励 撮合谢知遥追求许红豆 有了家人的赞许 这场爱情就八九不离十了 许红豆触发了谢知遥的爱情开关 这就是恋爱的模样呀 两人终究是幸福地在一起了 真的让人磕得好上头 期待后续剧情里他们俩的精彩表现 祝他们在有风的地方一直幸福下去 云南果真是个很美的地方 这剧一出 好多个现实版许红豆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让人心生 向往 更有趣的是 让人想要辞职去大理玩玩 我也在想 我喜欢这部剧的什么呢 喜欢谢知遥的特别对待 喜欢辞职后放肆的生活 还是喜 换着慢下来的脚步 说齐取红豆 我倒更喜欢大麦 社恐人的真实血 照 为什么一个地方这么吸引人 一定是有人 有人情味 如果同样一个民宿 大家都各管各的 谁也不搭理谁 我想 这样的旅行也一定是 枯燥无味的正因为有这些 娘娘婶婶们热切的招呼 像家人般的对待 小 愿的伙伴们 像朋友一样的关照 才让人觉得温暖 不可否认 有人显得锅躁 有人显得沉闷 有人喜欢热闹 有人偏好安静 但是锅躁的人 热情 沉闷的人懂陪伴 喜欢热闹的人 也会静下来打坐 偏好安静的 人也渴望分享 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来到小院的 理由 让人觉得 这里真好 风好 井好 人也好 一个小村 一个县 总把村子里的人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才有了这样美好的地方